路口内车道有车辆停下来带转 对象摆着休旅车直接左转 但是外车道机车直行 白车赶紧杀住 机车却为了闪避滑倒撞上了电线杆 闪车滑倒碰撞 这一撞骑士丢了性命 也有路过民众行车记录器排下过程 看到休旅车左转 直行的机车打滑撞上前方电线杆 视线有车辆阻挡 看似被撞到 其实两车没有碰撞 但是机车的确为了闪车而摔倒 骑士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安全帽掉在一旁 事故发生在13号上午7点半 云林湖北文科路 机车骑士是25岁的血腥男子 他正要去上班 驾驶成姓女子是一名妈妈 载着孩子要去上学 发生事故之后 他先靠边停车也下来查看 但是随即上车 先送孩子去上学 大约三四分钟之后 他绕了一圈返回现场 骑士还在 有热心人士停下来帮忙 过程当中 119接到了三通报案电话 派车救援 事发现场是原型绿灯耗置 车辆可以左转弯 但是必须确定来车状况 绿灯大家都抢快 容易发生车祸意外 这件车祸发生的时候 机车的路权为优先 两车虽然没有直接碰撞 不过骑士却为了闪车丧命 灶泽部分有待鉴定 至于白车的驾驶发生车祸之后 先从孩子上学再折返 是否涉及赵涛过失致死 警方表示等待检察官才是